这个 哪来的 人送我的 那人家为什么要送你啊 你管得着吗 好 我不管 燕飞 你拿了别人的东西就得认账 人家可是惹不起的人家 什么惹他气惹不起的 我又没偷他又没抢他的 是他死鸡白链硬要给我 我不要还不行呢 那是因为曹福宝把你当成我了 才把戒指给你的 你是不是还答应人家求婚了 现在还跟我胡搅蛮肠让我怎么办 那你就乖乖跟他去呗 很好的嘛 那你要是觉得曹福宝好 你嫁吧 我嫁得着吗我 那你说我怎么办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赵先生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个 想想这事怎么收场吧 给你 谁让你这么快来的 我本来明天就想还你的 我就知道 燕飞怎么会是那种不同情达理的人呢 一直以来 我都拿你当亲妹妹 燕飞 谢谢你 谢谢你 得发洋行全体同人贺 北洋政府曹都君之公子曹福宝先生 于本洋行梦来才先生之女孟小云订婚之喜 以怨两位新人早日花好月圆永结同情 你说这一外国人怎么懂这么多中国的文字挺有意思 行了 这韩奈干妈意思 逼着我家闺女啊 够狠 人家谁逼你了 人家曹姐都都上门提亲了 你不知道啊 人家韩奈根治又送嫁妆又登报 你还不谢谢人家 这狗有李洞斌你这人 她是李洞斌啊 她就是个扫住兴 是 老曹姐上门提亲不假 可我闺女同意不同意 我还没问过她呢 她就给我登报了 她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 让我骑虎南下吗 你拉倒啊 骑什么虎 你还往哪下呀你 你闺女这就不错了啊 驾汉驾汉 穿衣吃饭 老曹姐这个条件多好啊 你还求什么 条件好 您怎么不嫁给曹副宝啊 我嫁给他你娶谁啊 你 喂 是是是 您也知道这事了 是是是都登报了 我刚看见 那肯定的呀 那不请谁也得请您哪 您可得一定来啊 多喝几杯 好嘞好嘞 谢谢啊 再见 你看没这电话 喂 啊 许太太啊 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 你说这孩子命好 这也不怎么着 这曹公子非就看上我们小云了 非去不可 到时候你来家吃饭啊 一定的啊 回来 干嘛去你 这人就笨 喂 我想知道报纸上 关于孟小云和曹副宝的事情 到底怎么回事 嗯 你不是一直在阻止这件事吗 怎么会出了这事呢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不是一直在说服孟来财 他好不容易同意小云不嫁了 结果 这个韩奈根又出来了 你让我怎么办 你不要烦我的事情 你必须尽快阻止这一切 我告诉你 要不然 我会把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全都告诉孟来财 我相信这个中国男人 绝对不会允许他的女人 曾经睡在我的床上 这些日子我发现你确实是变了 我告诉你 你别给我玩混的 我刚才还跟孟来财吵了一家 你要是觉得我没什么用 你可以去告 你去告 大不了鱼死网破 谁怕谁啊 林采峰 你这是将我一句 啊 这些日子我发现你确实是变了 女人呐 大不了鱼死网破 不要太聪明了 聪明 我还聪明 我要聪明 我今天就不会到这个份儿 人不人鬼不鬼的 好了好了 不要伤和气了好吗 我知道你吃了很多的苦 这样等事成之后呢 我的全部家当都归你 我一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采峰 不过这件事情呢 必须要马上组织 越快越好啊 行了我知道了 你以后别往家里打电话了啊 这样对我不利 好了挂了啊 上 喂 老爷 您的茶 老爷 您说这个事吧 我跟吴妈他们都不知道给您是倒洗好啊还是 哎哟 哎哟 其虎难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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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晓云 她真的愿意吗 老爷 老爷 曹少爷她又来了 这事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你们家孟小云推给我的 我推给你的 为什么呀 她非说收戒指的人不是她 不是她 难道是我碰见鬼了 不是她 这戒指怎么在她手上 这不是成亲算我吧 哎呀 哎哎哎哎哎 吴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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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见她了是她亲口告诉你的吗 当然了 我还盼着这是假的呢 假的 我跟你说一定是假的 她跟你开玩笑的 你千万别当真 那她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她又是肯听我的 她不找嫁给我了吗 这孩子我跟你说 她就不能让我胜回心 行了 还是妇女恋心哪 这事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你别听风就是雨啊 这彩礼也送了 这报纸也登了 全天经围的人都知道要结婚了 这说退婚就退婚了 开工没有回头见 曹公子 这戒指我替你收了 我就不信了做不了他主 你 你真能做他的主 我能 太好了 岳母大人 不 从今天开始 我叫你妈 妈 你干死你啊 小云你的脾气 你不是不知道 你少查个件事 我怎么不能查过呀 儿女婚姻父母做主 我是不是你老婆呀 我是不是小云的小妈啊 小云别搅了 那个曹少爷 这样啊 这事呢 我跟小云商量商量 咱们再商量商量商量 反正我要娶孟小云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可千万别拿我当好爽 要不然的话 我现在就去找我爸 让他派人把你们的洋行给封了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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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得都知道我要结婚了 世道临头 媳妇 媳妇却不是我这个新郎官 你让我曹不保这脸王感哥 我这堂堂欺世男儿 我怎么见人呢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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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 妈 妈 我饶饭呢 曹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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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来 来 来 我眼前发黑 哎哎 老爷 哎 曹少爷 曹少爷 你你慢点慢点走 慢点走 你听我跟你说 哎哎 你听我跟你说啊 哎 这事啊 你回去千万不能跟你爸说 知道吗 不说还有戏 一说肯定彻底就没戏了 怎么呢 你想想啊 小云这孩子把没谱了 太任性了 你看 他前天收了你的戒指 昨日退给你了 没准后天退后要回来了 你知道吧 他没谱是吧 但是你要回去这事跟你爸一说 你爸一发怒 就是小云再乐意 你别死齐了吗 你想想是不是 他能乐意吗 我看他那样子 哎呀 事在人为 你得努力 是不是 怎么的 你跟我说你想去小云这事是定了是吧 是 那洞泡花烛夜 他照理说应该早晚的事对不对 那当然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可以提前 去把生米做成熟饭 我觉得也行 生米做成熟饭 行 我看一下 什么时候找我做饭呢 你等着呢 我先安排啊 到时候我一叫你立马过来就行了 行 我听你的 那我先走了 走了 再见 我送送你啊 快 回去吧 快 快 快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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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飞 赵先生 今天没来啊 赵先生今天在报社 没来上课 那 给你的 给我的 谢谢你 叶飞 你不是说 咱俩是朋友是姐妹吗 对 我们俩是朋友是姐妹 叶飞 你真像我们亲妹了 走吧 回我屋里说 走 快走 那 谢谢 谢谢 叶飞 你有姐妹吗 你呢 我 我有一个妹妹 上回在你家没看见啊 他死了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球 羊活的 没看出来吧 我也是球人出身的 好 怪不得啊 你跟别的大小姐不一样的 那后来 你们家怎么又有钱了呢 你快坐一下 说一下我听 那 可就说来话长了 人面不知何处去 讨花依旧小春风 春如旧 人空寿 泪痕 红意 焦 消透 滚 混货 架不出你的蠢女人 你看看 你呀 你这是蠢女人呢 你看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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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 你那倒霉的妹妹 一天好日子都没过 当就死了 你那后妈 想赶紧把你嫁出去 好独霸家产 你那后妈 我一看她 她就不是省油的灯 你亲爹 怎么就管不了她呢 你别看我爸她那人 做生意敢切敢拉的 只要碰到我后妈她就 这就一物相一物 小云 你别发愁 等哪天有机会啊 我帮你好好折腾折腾她 替你出气 看看怎么样 合适 哪儿哪儿都合适 老爷 穿这一身往朝廷上一战 保准像那么回事 什么叫像那么回事 这叫就是那么回事 对 是那么回事 回来了 少爷回来了 少爷就是高兴 赏你的 拿着 谢谢少爷 儿子 什么事这么高兴 好事 好事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是你爹派葛副官 到老孟家提亲 妈 比这还好的事 比这还好的事 那是什么事了 妈 我不好意思说 还不好意思说 妈 等到我把生米做成熟饭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你看看你 行行行 行了 别说你的事了 你小子没长眼睛 看不出来 你老子穿了新衣裳了吗 怎么样啊 这行头 转一个 转过来 转过来 这也太难看了 说什么话呢你啊 这可是你爹花了大价钱 找最好的裁缝专门订做的 就做成这个奶奶样 你看你这臭子 你知不知道 你老子这身形套 是参加胡宪皇帝登基大典的潮服 原大总统当上了皇帝 你爹可立了大功了 精神 太精神了 爸 这回怎么着 也得封你个军机大臣当道啊 军机大臣不敢说 封官家爵 那是肯定的了 我听说要封好多爵位呢 那老话怎么说来着 洞房花烛夜 金榜提名时 你们爷俩可全都占了 咱家呀 可是双喜临门哪 你行了吧 行了吧 什么双喜临门哪 说早说早了 还没正式风呢嘛 好 对了 你看这报纸了吗 孟来才把你和他闺女订婚的消息 可就当了起事了啊 我看这孟来才啊 迫不及待 这哪是孟来才等的呀 这是韩大根等的 我明白他们这意思 他们这德华洋行孟来才 恨不得让全城的人都知道 他跟咱们家成了庆舰了 那是 他们的闺女进到咱们家 那不是他爸爸的福分 爸 你给小云他爹打个电话 赶紧把结婚的日子定了 要不我这心里不踏实的 有什么不踏实的 你借着不都收了吗 爸 您就给孟来才打个电话吧 只有你打电话 这事才能绑上钉钉啊 我打电话就不像话 哪有一个堂堂的将军 给他一坐满子打电话的 爸 爸 我求你了 爸 爸 你告诉孟来才 就说如果他不把闺女嫁给我 咱就把他的德华洋行给疯了 你看看你看看 等不及的新郎官 没出息的样 我跟你说啊 可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 爸 爸 你玩什么呢 不接电话 喂 在 在 你别玩了 曹大人 曹 我误会 小云她呢 哎呀 也没有什么误会的 登报就登报吧 早登晚登 早晚也不登 我说 咱这亲家 就算结下来了 我夫人也找人查处 下月十六号不通 那就 那天把订婚仪式办了吧 到时候 咱们俩 喝个同胃 吃个随便宜 听见了没 日子都定了 下个月十六号 孟小云不就是常来找你的那位漂亮小姐吗 怎么考的寒求 红颜知己未留住啊 弄个小云家给曹福宝 白纸黑刺 这还有假 不可能啊 我们昨天刚见过面 她没跟我说这事啊 太太 有何吩咐 你去雇两个人 要个儿高的 力气大的 实在不行你就 不是 这老杨小姐要是拐罪下 我顶着呢 你别怕 去吧 但是您记住了 一定一定要小心 听见了没有 去吧 来 您好 请问妞妞家住哪儿 她在那里面 谢谢啊 先生您买豆腐吗 您是妞妞姑娘吧 嗯 我们家小姐孟小云 这阵子是不是住你这儿啊 对啊 我们老爷太太有吩咐 今天务必请她回家 她不在啊 你能不能让我进屋看看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我跟你说了她不在 我还能骗你吗 宁妞姑娘 你要是让我进屋看看呢 一来我心里踏实 二来回去我好交差 去吧去吧 她是大活人我能给她藏起来 但我告诉你了 她又不想回去 你找找也没用 是是是 来 要不要 请进来 请进来 平时想起来没有 正好有家里没有 正好办 这就是挖地三尺 也得把小姐找到 不然你们俩吃不了 冻着走 正要是她的窝 我就不信她不回来 躲起来 二喜 二喜 来来来 来 咱受认可不错啊 我去买块豆腐去啊 给我拿点 买点别的 你早点回来啊 饿死了 韩叔叔 这个广告 是您登的吧 对啊 是啊是啊 总的看见你当新娘了 我太高兴了 娘惊人 你也应该祝福她才对啊 韩叔叔 我希望您能够重新登一则广告 来纠正一下这个错误 错误 什么意思 我没有跟曹福宝订婚 更不会跟她结婚 我希望您能够消除这件事情 对我造成不好的影响 小云你别开玩笑啊 我没有开玩笑 可是曹福宝明明说你答应了 还说了她的戒指 是 小云 结婚 就是人生的大事 不是什么儿戏啊 那根本就不是事实 韩叔叔 你应该相信我 而不是相信曹福宝 她把戒指给了谁她都不知道 她把戒指给了燕妃 您知道吗 不会吧 我信可以去问她 小云 不管怎么样 这都已经成为事实了 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啊 上帝的旨意 您和我的后妈 千方百计地 想把我和曹福宝推到一块 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你们两个只不过是希望 您要好多赚些钱吧 小云 你这样说太不迷茅了 是不是她在调拨你 哪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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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跟先生 我们中国呢 有句成语叫 损人利己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我知道 知道 那您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 太自私了 这样 您现在就登一篇 纠错启示 把这个事情再澄清一下 我不管我 如果您觉得麻烦 我可以代劳 但是还是依你的名义 小云 我们走 你们别乱来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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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牛 牛牛在家吗 我买豆腐 小姐的衣服我认识 没错 上 上 牛牛 牛牛我买豆腐 别砍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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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走 你干嘛呢 你说 咱们买个豆腐怎么这么半天啊 让不让人吃饭了 这肚子都饿别了 我去看看 别出什么事了 你等 还是我去吧 你说我怎么这么贱呢我 没错 是烟肺 他就是拿着这个来买豆腐的 那是被绑架了 刚才我在里屋听到一声响 我出来了人就不见了 就剩这个 你当真 嗯 你还发现什么 哦 之前 小云家来了一个人 非得进屋找他 不会和这有关系吧 我就说嘛 他非要穿这身衣上 准确又认错了 感觉真好 好久没这么走了 韩秋 我有的时候就在想 我是不是真的应该问我爸分担点什么 我要是真的嫁到一个好人家 我爸就不用再买军火 要不这个家了 小云你就别犯傻了 你嫁给谁跟你爸爸做 跟你爸爸做不做军火 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他真是为了赚钱 早就把你嫁给草富包 那你说 我爸不同意我嫁给草富包 同意我嫁给谁啊 好 我知道 你的心里啊 只有春子 自从上次在日本洋行 看见春子以后 我觉得我真的有点自私 因为我的爱 让他受煎熬痛 委屈 甚至受他哥哥的折磨 也许 我和春子真的没有缘分吧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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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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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太太 曹太太 曹 你看 孟小姐 您了就别抹不开了 我们都听说了 马上您就是草府的少奶奶 我说兄弟们 立正 向草府少奶奶敬练 孟小姐 我们这份就是 回个给您喝喜的吗 阿妩 胡说什么 要我说你这狗嘴里里呀 就只能吐出狗牙来 曹太太 这不是小报记者赵韩秋吗 我告诉你啊 享清博日你男的 跟我们孟小姐病着排走 这 对我们孟小姐影响可不好啊 韩国 会说话吗 不会说话就别说 孟小姐 您看 马上您就是偷死的人了 咱们是一拨打 您这么挡着外人一说 让人听了去 显得咱们不友好了不是 她嫁不嫁给谁 跟你有骂关系 再说了 跟你这种人说话 用得着友好吗 好 赵韩秋 我现在 就可以告你 仕途当界 侮辱少奶奶罪 兄弟们有这条吗 有 我们立功的机会来了 抓了去曹府临赏 好主意 赵韩秋我给你他 为什么要走啊 咱走这不太偏着狗了吗 嘴硬啊 齐飞 刺他嘴 好主意 快救我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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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脑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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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来打她 打 走 走 你 小子 伸手快啊 你快点给我呛指吗 我给我开心 好 好 好 这看着涛福少奶的面子 我就绕了你 个小子 你记住 你惹大祸了 憨艳 记着你了 走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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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受伤了 没事 不痛 两位 走 两位行我 不送了 来 太太 曾太太 大小姐姐太大了 你不知道 你还有什么吩咐 你现在就去扫府 好 现在就去 把我车上去 放我出去 凭什么抓我啊 吴妈 晓云回来了 人呢 在 在 在他们那里 放我出去 这怎么回事 有人呢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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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什么抓我啊 放我出去 你气呢 太太给他绑回来啊 有所无理了 绑回来的 你不要是 在太太身上呢 太太人呢 等一下 放我出去 陪什么抓我啊 放我出去 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 站住 站住 你出的错主意啊 把晓云绑起来还上了锁 你说你这个娘们 我怎么了 我心狠是吧 我跟你说蒙外财 你就谢谢我吧你 我不替你来点硬的 把晓云弄过来 小笨头去多少回了 他离你了吗 你甭废话把他放了 不要 怎么着 这个家我做不了主了 没人说你做不了主 但这件事不能听你的 下个月十六号 人家曹家来要人 你交不出来人来 怎么办 人家曹家还不把咱 洋行给疯了 反正我不能让我 那个晓云受委屈 晓云要是喜欢曹副宝 我没二话 问题是晓云不喜欢他呀 那你说怎么办 事情逼到这儿了 你要把曹家得罪了 咱们家全家 更得喝戏被疯 喝 喝西北风怎么了 我又不是没喝过 大不了 我重新做叫花子去 怎么地了这是 我不跟你喝 愿喝你自己喝 把我出去 小笋怎么一下子 变得这么凶了 这孩子哪来的邪乎劲啊 你不惯他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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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上去看了吧 把把把钥匙给我 不给 给我 不给 给我 不给不给 开门儿 开门儿 你拿着帮我出去 你拿着帮我出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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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闺女 我的好闺女 咱不闹了啊 爸爸给你拿钥匙开门啊 你谁呀 这孩子 我你还听不出来吗 我是你爹 呸 我爱你爹呢 不是 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的 啊 我爱你开门啊 叶飞啊 怎么没事了 不是说帮我出去吗 开门 开门啊你 我说呢 这么大动影 吴妈 看好大小姐啊 好吃的好喝的准备好 哎 放心吧 老爷 开门 怎么样怎么样 消停点儿没有 给我倒杯茶 来来 先喝一口 气质了吧 别再闹啊 你说这闺女怎么变成这样了啊 连我这个爹他都不认了 哎呦 活不了 你看 老爷 我平时说你都不信 你这回有感觉了吧 这还特气人 老爷我跟你说 没事 一会儿啊 我上去劝劝他 我 亲自上去 劝劝他 我给他讲道了 对吧 我告诉他 一个女人 如果嫁人嫁不好 这辈子就完了 要是嫁好了 一辈子吃香的喝辣了 对吧 我就是个例子 你看你放心 这女人和女人只在哪儿 有好的话好说 你就别掺和 只要你不掺和 我准把他劝回来 你去劝他 啊 行吗 行吗 老爷 你忘了我过去 什么人我没见过 三教九流 没一个摆不平的 对了 我忘了啊 你以前是演戏的 行 你去劝他 要是碰了钉子 那可是自找啊 碰钉子 不可能 淀 talent 那就是 你好 你说 如果介绍他 是君严所 如果你 不香 像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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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